请各位第一个也是一样产生一个GPS2的一个专案 然后呢前面Main的部分是一样的 然后呢再来是我们的程式码部分 程式码部分有哪些部分要做出来 第一个我们要取得我现在的位置的话 我需要的前面几个都一样 这三个都一样 比较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是在My Location Overlay这个部分 然后后面的话也需要一个Overlay 去取得我现在的那个图的位置 所以会有这两个比较大的差别 还需要一个List 可能会需要有很多个地标 那这边的话呢前面部分都一样 比较大的不一样是在这个地方 OK 就是Overlay的部分 那我这个地方呢必须要建立一个图层的清单 所以图层清单怎么建立的 建立方法的话 在这里我需要一个List 一个List 实际上就是我刚刚讲 就是Java里面的那个Utier里面的这一个类别 然后我要放什么呢 放Overlay Overlay 这个就图层 那图层名称的话叫Overlay 里面的话呢就是等于Map.getOverlay 就取得现在的图层 OK 因为你要放你的那个小插图上去 一定要给一个图层 这个跟那个Photoshop观念是一样的 如果你们有用过Photoshop的话 应该就知道说 你如果要做图 每一个图上面都要有一个图层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接下来的话 我要知道我现在的位置的话 就必须用什么呢 New一个MyLocationOverlay 然后呢 里面给它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的话是Context Context通常指的是自己 另外的话就是MainView MainView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的地图的位置 OK 这两个给它 然后就会取得LocationOverlay 现在的位置 那我要怎么样取得我现在GPS的坐标 它有改变 必须要去实作一个RunOnFirstFix 然后呢 里面的话呢 必须New一个什么呢 New一个Runable 然后 这个 这个 那Runable后面其实 如果你在输入的时候 通常你就直接这样就可以了 就是 跟那个建立一个Button的事件很像 里面New一个什么呢 New一个Runable 它就会自动侦测出 你要新增位实作的方法 里面实作的方法就是Run 点下去 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Run 你就把程式写在这里 那当你的坐标有改变的时候 就会触发Run 那 如果 坐标改变 那 那